社保可以退保吗?怎么退? 一种是以单位的形式去参绑,另外是以灵活计刃的形式去参绑 那么单位参绑的话,我们知道它会分别两个部分去缴纳 一部分是单位的部分,另外一部分是客人的部分 那灵活计刃人的参绑的话,主要是以客人的形式去参绑 基本上压照交易数的20%去缴纳 其中8%左右是记录各种账户 其一部分是记录到我们的控制社会统治的一个账户当中 而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退保,只能退各种账户 对,只能退各种账户 而且原则是要按照社保法律令,是不涉及退保问题的 是这样子的,但是可以进行转移接续 出现这四种情况的话,或者是满足其中一个条件的时候 我们可以申请,然后我们进入退保 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,哎,我移民国外了 或者是一个特种情况,我丧失中国国籍了 好,那第二种情况就是满足其中一个条件 但是因为交费预线累积不满15年 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个能量的待遇 但是我也不愿意去继续交费了,可以申请退保 好,那第三种情况就是,还没退休,退休期间取失的 或者是第四种情况,退休以后了,退休了,退休以后取失了 好,退休以后取失了,但是各种账户还零零的 好,那么属于以上四种情况的,我们是可以申请退保的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,退保只能退各种部分 而个人部分的占养养防险,总讲费额只占百分之四十 而单位部分占到百分之六十 换句话说,如果说有待退保,我们要百一百的省实百分之六十到十万费 好,所以我们说尽量不要退保,但是可以转移进去 关注我们不迷路,欢迎点赞,评论,转发支持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转发支持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转发支持